王姐 目的情比心尖啊 对 天啊 等人里的红楼 好 好 故意起哄 工作第一 其他的第二 各位 咖会之前呢 占用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顾总 如果汪欣宁走了 这个 是我的辞职信 你想干什么 不干吗 不成熟 天真是吗 我就看不到他们这么对你 王姐 我和平台和投资商 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已经有很多稳定的观众 凭借着我们良好的口碑 已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如果我们现在学习范园乐化 那会损失我们原有的观众 再加上 一直支持我们的博物馆 也会有意见 所以我决定 不换团队 更不换主持人 王姐 我诚值得挽留你 希望能留下来 真的 行了 别搞这些 坐下 坐下说 对不起 这封辞职信 你怎么不早说呀 定人 王姐 目到情比心尖啊 真的 有人脸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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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启后 工作第一 其他的第二 带着 我这人都别大了 全力看起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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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导演脸红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 关于这一期的主题 下去 请看 大屏幕 这哪个品牌的方向呢 你能不能别开玩笑啊 这是三星堆太阳轮 人家是青筒器 应该有三千多年历史 看起来是很像方向吧 哦 香炉 哎 这个我知道 网红 吸收路由器 去去去去 不是 我开玩笑 管道网友说的 挺像 木导 木导 说说你的建议 哦 我觉得这个 青铜器 国之重器啊 你选这个主题吧 我觉得太难了 对 我就选了一个 他们不敢选 也不好做的主题 不跟你一样吗 知难而上 我成功了 老板 办公室都能这样 办公室练情这么明显了 好 严肃点 来 阿琴继续 来 阿琴继续 继续 继续 平复一下情绪 平复一下 福长福随 福长福 不成福